台卫 黄杰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多的疑点 但是因为现在都还在救灾当中 所以他的那些奇怪的地方 很多的疑点 大家现在都可以不考究 到现在他讲的哪一件是真的 没有一件吧 全员出走中 是全员出走中 因为事实上都在讲谎话 这时候不出走 哪时候出走呢 我再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陈其迈这一次不帮他 很显然嘛 他当时候不承认自己出国的时候 赖清德有没有去高雄 有去高雄 陈其迈有没有去看灾 有去看灾 当时候后面其他七个立委都到了 就只差黄杰没有到 所以我们都坦白讲一句话 出国没有错 问题是你这个其实第一观感不好 而且在观感不好之外 你以前都是拿这种观感的问题 在骂别人双标 那同样的标准 同样的逻辑 同样的条件来看你的时候 你却经不起检释 我觉得这是黄杰最大的问题 那在政治面来看好了 其实从陈其迈 没有帮他讲话 再到这个越南的网军事件 很好笑哦 其实现在黄杰就说嘛 是网军反串 是可能别人要弄他 自己没这么无聊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句 昨天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说黄杰一定会这样子讲 但是呢 我觉得黄杰你应该要自己去查一下 是不是自己人在弄你哦 你要自己查一下哦 因为黄杰他在高雄 其实刚刚都有提到嘛 他就是从一个议员 而且议员其实都还没有当满 然后就跳去选立委 甚至你知道高雄现在在地 其他很多的民进党立委 都在不开心一件事情 今天你明明其实没有资格 然后问证品质也不到那边 大家在点名选市长的时候 你态度暧昧哦 所以其他的这个民进党的立委 觉得说尽管今天没有要选好了 你不把我这些老大哥放在眼里 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啊 我没有输你耶 对 他完全没有说他不要哦 他说我们这个大家一定都会 这个选出最优秀的市长 你知道这句话听在其他几位老大哥耳里 多刺耳吗 那些老大哥觉得我在高雄生根这么多年 我的生根是假的吗 我生根比你不好吗 我的生根比不起你那个翻白眼吗 所以他们当然不开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黄杰要去好好调查一下 是不是自家人在弄你 大家在探讨说整个防洪钱 有没有花在盗口上 这可以理性讨论的 因为这防止下一次更大的伤害 那不是冷血 那不是反对者口中的那一种 所谓的乱喷口水 要不然我同样的标准 一样哦 就在不分来绿 我想带我们来看到 卢秀燕 第一天台风架 他就终止了美国行 诉诉哦 本来好几天哦 结果几个小时他就飞回来 好不然这边人讲说 你在作秀 那我就说 那这不是双标 什么叫双标呢 好 俊正哥还有报喜的观众朋友 说实在的 你要说到这个救灾复分朝野 那你不要人家骂高雄 你就不要一直去骂台中啊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而且何况现在目前 其实台湾复分蓝绿 像宜兰是国民党执政嘛 南投嘉义是国民党执政嘛 高雄是民进党 所以都有蓝也有绿 那重点在于说 卢秀燕这次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我相信他也应该 很困难做下这个决定 就是人才飞到美国 马上就要搭飞机回来 卢秀燕回到台湾之后 立刻进到了指挥中心 去把台中的相关的这些 救灾防灾的事情去做处理 然后现在知道 整个风灾已经结束了 雨也已经下了 高雄比较严重 所以呢就给高雄支援啊 立刻也已经通了电话 陈七派市长都讲了 他也感谢卢秀燕市长 为什么 因为高雄现在需要的 相关的救援跟机具 台中愿意支援嘛 这时候还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其一通电话了 台中支援高雄 第二个 陈七派现在目前这几天 说实在摸了凶 因为整个高雄 很多地方都淹水 民众一定会抱怨 所以大家想办法 赶快的把这些 就是高雄的淹水的部分 把它恢复到原状 那当然大家回头会去看 因为一开始大家没有想到 高雄会这么严重 所以就讲说 高雄因为它的这个整个 西北台的那个气流 扣回来 前几天我们跟俊阳哥讲 红台北啊 不是 台湾就是这样 对 红台北 它是扣回来嘛 对 结果后来它整个扣回来 就扣到台南高雄嘉义 是 所以扣路是担的嘛 那原本今天26号 也是一样 因为台风是已经走了啊 那应该要上班了吧 所以本来今天高雄 除了一些山区部分 应该是要上班的 但是后来想想不行 很多市民都还需要重建 所以 对 赶快在这个晚上设定前 再改变决定 让所有的高雄市民 能够好好的灾后重建 把家里面的 垃圾的东西 还是淹水的地方 快清清 不然你要上班 你也不放心 每一次这种泡水 救灾的画面 大家都会想 我一票票投出来的 你们这些林态 你们这些議員 你们这些委 你有跟我做会干扣 你有没有苦民所苦啊 好 现在观众 观众现在问题就来了 因为高雄一共有八个立委 刚刚讲了 高雄的市长是陈其迈 台中市长是卢秀燕 那高雄有八个立委 民众在想说 我这区里淹水的时候 我的立委在哪里 这个就有一说一 用画面说话了 来 观众朋友 今天我是讲 赖清德总统到了高雄 所以高雄的立委 邱毅盈这次是第一个聊了 邱毅盈 他第一个重建于 他的那个选区 算是比较山区一点 比较大的这些地方 很多地方有淹水 他都全程的 就穿上山 穿上的都聊了 所以邱毅盈的这个照片 对 从中到尾他的选民都有在看 他都在第一线 赖魅盈也是 还有许智杰 林戴华 尤其今天赖清德总统到了 要跟陈其迈市长 那笑话几张几张出来说 完了 没有在照片里面的人 谁没来 就会被问 那现在问题是 我也不知道 因为到现在为止 全台湾的很多人都在呼喊 在找黄杰 因为没有看到黄杰在照片里面 黄杰 对 前阵 前阵应该也有灾情吧 现在目前黄杰 就还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张照片 我是确实不知道他在哪里 那有人讲说 他是不是根本不在台湾 那黄杰因为他并没有出现在 你想想看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拿谁去修理谁 而是说 当邱毅盈 林戴华 许智杰 赖瑞荣 每一个高雄的几个立委 尤其是可能选市场的都已经 苦民所苦 他没有出现的时候 大家就问两个事情 就是第一个你是不关心吗 黄杰有po文说 我整个黄杰的立委团队 都在全力的在进行救灾 不要喷口水 人家要看你 第二个对 那问题是别人都出现 老婆再帮你知道好不好 邱毅盈在剪张照片 大家都站在赖清德总统旁边 那为什么今天大家会想说 你怎么没有这样的影片 邱毅盈去看灾害 入四拍影片 那你怎么没有看到黄杰的 然后总统来了以后 立委都站在旁边 这张是邱毅盈 等一下看到赖瑞荣 看到陈其迈 你怎么会没有 所以大家就会问说 你到底跑去哪里了 那目前为止 我确实不知道黄杰人在哪里 只是他没有这样子的照片 没有这样的影片的时候 就会被质疑就是说 别的立委的规格 你没有到达那样子的救灾规格 是 亚敏你怎么看 其实黄杰老实说 以一个明代 明代我们不会奢求他去勘灾 也不会奢求他在台风淹水的时候 去做什么 但是因为比如说在地还有议员 还有他的服务团队 其实都可以做一些事情 但是为什么一堆人要去找黄杰 因为当初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时候 只要有一点点小淹水 黄杰第一个跳出来打他 连我的服务处 凤山服务处都淹水了 还直播 那现在人家就会问 那现在高雄淹水你在哪里 结果找了半天找不到人 连总统下去这个勘灾 你身为执政党立委不在现场 七个高雄市的立委全部都到 就差你一个 那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黄杰委员我觉得你就大方一点 你就说对 因为我在国外有行程 你就说你出国就好了 没有人会怪你 因为他连这一个礼拜 他们每个礼拜固定有直播节目 他上个礼拜就预告说 这礼拜是预录了 因为他有行程 那个行程出国去了 他没有讲他出国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他在国内 有需要这样说吗 就直接露脸了嘛 连媒体都找不到他 那你去对比一下卢秀燕 卢秀燕市长在这一次 我必须讲 树立了一个政治人物 很难超越的标准 到美国八小时飞回来 超萌 对啊 八个小时就回来了 对我们先不管 这个是不是作秀 绿营会说你这个作秀 但是他是不是回到现场 如果他现在还在美国 绿营会用什么样的标准来修理他 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讲 现在卢秀燕市长做了这件事情 未来县市首长 看到台风警报 看到台风来 第一件事情 取消机票 卢秀燕这次还做得不够漂亮 你干嘛飞出去 以后连出去都不要去了 但是我必须讲 这些事情 我们讲政治人物 现在政治口水真的太多了 其实不分蓝不分绿 只要用同一套标准看就好 淹水了 我们这次要肯定赖总统 没有坐在云豹假车上面去看灾 他坐得比蔡总统好多了 那一幕 我又想起来了 我记得 在这个嘉义 我记得是在嘉义低洼地区 来佩君怎么看 我同意杨明刚刚说的 其实如果我们刚讨论那么多 这个防洪治水的标准 如果公部门的效率是百分百 说实在的市长立委议员 在防灾的时候根本没有角色可言 因为我们不是法定的第一线救灾人员 你在路上爬爬灶 可能还造成别人的困扰 可是黄杰为什么大家这次聚焦 刚刚已经说 因为过去你拿什么标准看别人 别人就用这样看你 其实你去看他的脸书 昨天就有很多端倪 他昨天一整天发了很多篇文章 可是他每一字一句都是写 我的团队 我的服务团队 他不敢写 我去做了什么 我到哪里 他都是写 我的服务团队接了什么电话 我的服务团队帮忙做了什么 其实人在哪里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那为什么他不能很坦率地讲说 我就在国外啊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打了前几天兴致勃勃 打了卢萱恩的那群人一巴掌嘛 因为那群人不是才刚笑完卢萱恩说 你这作秀啊 你用公堂出访 怎么那么快又回来 我说实在的 我提供给一个角度 给民进党这些侧议或 民意代表参考 你现在要去讲卢萱恩抓不到什么毛病 你可以去质疑他 他可能这个匆匆之间 我相信他飞机餐一定没吃完 一定有浪费掉 敢来敢去的过程当中 资源一定有耗尽 民进党这一波 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你要去攻击卢秀燕 真的找不到一个毛病来做 所以只能去抓 这种最无聊的双标来做 不过我也要恭喜卢市长 这个民进党这样做 很显然已经把你当成 2028最可能的对手 好 这一次我们看到了 救灾 救难 我看 人家好像讲说 救灾的背后 还有满满的政治密码 你看到了在高雄的这个现场 救灾政治学的背后 是不是迈向大卫 你得先通过这一关 其实邱毅营他算是 最后一个被提到说 选高雄市长 我们现在在救灾 但不管是因为我是政治评论 我就多讲一点政治的分析 原本其实最 被常提到的就是赖瑞蓉 然后林戴华说 我已经这么资深了 我是要选 许志杰说 妈祖有高台 现在不能说 主要是这三位 但邱毅营因为上了 这个陈宁典前总统 广播节目当中 他宣布要选以后 大家才讲说 他可能是出来跟大家讲 不要忘记我 我是很资深 可是这一次的整个救灾 整个表现当中 让大家发现从最前面的 真的是邱毅营 所以当邱毅营这个状况 而且他要跟赖瑞蓉总统 坐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高雄人 在看待谁要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邱毅营的那个分量 就会加重了 尤其他要这么资深 第二个 黄杰 刚刚杨明跟那个 佩峻都已经讲了 因为立法委员 你可以不要来 可是你以前 怎么要求别人的 别人就怎么要求你 而且同样的其他的 你讲立委是这样做 你没有的话 就拉开来了 那原本也有在讲 那黄杰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他的年纪是可以选 他已经31岁了 只是这一次来讲的话 在高雄受苦淹水的时候 大家都有在那 你没在那 他就会真的有一点歪掉 那再来就是卢秀燕 卢秀燕因为 他身为台中市市长 关注朋友 他不是说跟家人出去玩 带小朋友去 出国旅游 不是 是市政行程 那他今天不是说 到花莲去看 卢秀燕会去台东 跟那个饶庆领 这个国民党的现实连线 不是 是去美国 所以那行程一定是 早半年前就是在协商 而且是10天 所以市长去美国 每一个城市要见 什么样的 这个当地的这些政要 所以他应该是犹豫在三 我到底要不要去 行程安排好了 最后就去了 那回来了 他都已经回来了 表示说他更重视 他对美国的那些 谈好的这些 就是这个访问对象 失利 可他也要雇注台中 所以他算是完美呈现了 妈妈市长 我就去想 八年季 小孩说不错 我们还是赶快回来 跟公司请假 那这时候你再回头去问说 你有没有什么 带红色背心什么 那根本就不重要 因为其实你不管人在哪里 我们就是要失去 那你今天 中央在一面中心 不是跟所有县市长 也要视讯吗 他视讯你在他的 那个地方的县市中心 也好 或是他在车上 你要跟他视讯 你去讲说 他的团队有带 红色背心 确实这不常见 因为没有回来的 台中市另外的局务所长 跟副市长 跟着走行程 他们也跟台中市的 应变中心做连线 就右下角这张图 不是 你现在看到是 盧俊英回到了应变中心 那被批评的是 右下角这张 就是CG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说 为什么还留在美国的 这些市府官员 他们都带着红背心 我就很认真 带着红背心 这样也可以批评吗 重点在于说 这个市府 不管台中市高雄市 天灾来的时候 市府团队能够把市民 要他们做的事情做好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凯米重创 我们今天看到了 赖信德总统 还有包含了 卓榮泰 郑立军 府院兵分三路去看灾 最重要当然就是高雄了 高雄港都变水都 为什么 因为太惊人了 这个雨势 比莫拉克风灾 带来的雨量更大 你没看 整个志宏池 通通装满水 这时候 网友们就想到了 韩国雨 为什么 因为韩国雨 他第一时间发声 将协调中央来投入救灾 韩国雨当年跟李四川 怎么样一身青蛙装 就进到了 这个下水道 是紧盯轻淤的进度 我还来告诉我们 一场风灾 就是救灾 不 没那么简单 背后满满的政治密码 好 居然给大家 报警的观众朋友 因为高雄 它非常多的影片出来 其实不止高雄 包含了人南投 嘉义 其实这次 可以说是水灾非常严重 但是大家看到了 高雄的影片特别多 那报道也特别多 情况之下 今天一大早八点半 赖青的总统 立刻不是只有在防灾中心 杀到了高雄 直接到现场去看灾了 那大家知道 赖青的总统 直接杀到高雄去看灾 行政院副院长 郑敌军是宜兰 因为各地有灾起的 那基本上 防灾 还有这个救灾 是不分朝野 不分蓝绿 也不分前后任的 因为大家想想看 现在市场是谁 是陈其迈 那之前市场是谁 是韩国瑜 所以高雄又再次成为 全台的重心 那观众朋友 因为是这样 当你的雨量太大 又或者是顺天雨量 太强的时候 基本上确实是会淹 对 没有办法 因为到哪里都一样 那高雄这次的雨量 这么的多 而且又这么的急 的情况之下 高雄淹水 那高雄之前到现在 因为其实连 马亦9前总统 其实都给高雄 治水预算 都是不少的 然后再加上了 蔡英文前总这八年 高雄可以说是 集三千重万一预生 所以拿到了很多的 这些治宏的预算 跟这个治水的预算 那你就要看看 你知道为什么韩国瑜 当年能够选上高雄市长吗 不就是201 对不对 2017年的 2018年的那个时候的 823 骑沾大淹水以后 你过来聊了题 那高雄一大堆的天坑 所以地方基础 建筑做不好 韩国瑜才选上市长 那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 再回头来看 高雄怎么又淹了呢 所以大家会有很多的怀疑 但是你要看到 赖青的总统跑去高雄 然后高雄的雨量 现在算出来 就要给你知道多少 490万吨的治宏值 全部都满 它的雨量已经超过 莫拉克台风了 莫拉克台风那个时候其实 莫拉克到顶了吧 那已经是台湾下雨的天花板了 对 所以它的水量 雨量甚至超过莫拉克 所以知道说这一次高雄 基本上要淹水是一定的 但是淹了水之后 它退的速度快不快 这才是重点 那韩国瑜身为之前的高雄市市长 我们也坦白讲 他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民进党的议员 民进党的立委 对他 揶揄是没少过 但是现在他是立法院院长 对不对 韩国瑜在高雄还是被罢免的 难道他跟那些网友一样去 愤恨揶揄高雄淹水的 好好棒棒吗 那不就没高度了 那不可能 所以韩国瑜马上就po文跟大家讲 全力协调中央支援 受灾限制 而且他直接 他有一个点亮基金会 送出消毒水以后去帮忙救灾 所以韩国瑜也好 来包含柯文哲 柯文哲也po文说 这个救灾不分朝野 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是 蓝绿白以及台湾南北 还有中央的地方 都要为高雄以及其他县市 特别是高雄 这一次的雨灾水灾 来全力的救援 好 救灾真的是不能看颜色 我刚刚讲到了一个重点中的重点 现在不是看他淹多严重 而是看水退的速度快不快 我就知道 我防灾 我救灾 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上 因为高雄的治水预算很多 从以前一批一批算起来 包含连前瞻预算都有 所以高雄其实有1200亿的 前瞻基础建设的预算 那你拿到哪里去呢 大家总是要问 不能讲说 就是好 水灾大家都不要讲 可以讲 可以谈 可以来检视 他到底为什么这一次 这么多地方淹水 很多的停车场 大楼下面的停车场 就淹水 车子都泡水 总是大家问一句 钱花去哪里了 治水预算80多亿 1200亿的前瞻预算当中 他拿了80多亿的治水预算 那高雄要跟大家说 那现在高雄市政府 跟大家说法是说 因为刚刚我说的 瞬间的雨量太大 走雨量也超过莫拉克 所以它会淹上来 可是淹上来之后 它会退下去 那当然已经流到了那一个 包含了像大楼的 地下停车场的部分 就要用抽水器 把水抽出来 其他也可以撈掉就撈掉 所以观众们 你要注意看 现在目前为止 高雄的治洪池 第一个先满 它就是有能够排水的效果 当水下来了以后 它先流去治洪池 它本来是公园 那公园变成这种池以后 它可以先把水给吸收掉 就是说海绵城市 第二个 高雄的排水 现在目前大家就要检视了 你的排水速度如何 那这两张照片 是网友他把它泼出来 中午12点的时候 一看美术馆附近 我也有吓一跳 这边都是水 因为其实美术馆附近 居然哥那是豪宅区 旁边都是 好几个人在大地方 你把我变成这样 我怎么出门 里面会很惨 可是没想到 才过了三个小时以后 整个路面通通出来了 有没有 屋旁边都退了 排掉了 所以这张图是证明说 三个小时就能够退水 好 那就是韩国瑜跟陈其迈 吸收的结果了 为什么还要Q的韩国瑜 陆屏 灯亮 水沟通 就像哥还记得吧 当时高雄市的副市长 就是李四川 他很注重 很要求的 就是说高雄的地下排水系统 怎么都是淤泥 当时他就下去 而且跟韩国瑜市长都下去 发现说高雄市 当年不是这一次 当年的那个高雄市的下水道 淤积高达40公分 里面有什么 他整个塞这么厚的淤积 等一下你有看到吗 里面有什么 什么都有 包含有沙发 脚踏车 床垫 哪有可能 谁会把沙发塞进的下水道 没有 他那个东西就是 这个下水道因为够大 所以很多的废弃物 就这样子整个流在那边 卡住了以后 包含淤积的这些 就流人下了 淤积的泥沙 以及这些废弃物 脚踏车 床垫 所以你要把它挖掉 甚至说李四川跟韩国瑜市长 花了很多的时间 把这些东西清空了 清空以后两个效果 第一个 这一次再下雨 你发现退得快了 你也要算上韩国瑜一笔 他有做得失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高雄后来这几年 登革热就变少了 因为他的水锅就没有淤积 以后就被谁忘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 高雄的水能够退得很快 就是韩国瑜跟陈其曼 一起努力的结果 大家知道说 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 整个市政千叙万端 韩国瑜已经不是高雄市长 可是他当时挖地下水道的部分 让大家能够称赞 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讲路瓶登亮水沟通 这个叫做水沟通 路瓶怎么测试路不平 因为韩国瑜能当时 下一场雨就知道 现在目前没有 因为李四川已经铺了一半的路 都是非常好的 那个柏油铺得非常非常平 铺平了以后要怎么测试它很平 或是哪里不平 韩国瑜他就骑机车 这也是之前的画面 不是这一次 他去掉就对了 韩国瑜市长就跟以前的市长不一样 所以现在很多高雄的市民还在怀念 韩市长确实有一套 后来选总统 现在高雄人不满意 可是他当市长的时候 坐自动机车 你站那里侦 fue ¿ 在地医院的层 我的手馆我的听不会听 苗馆怎么听mam 跟那时候路没亏 屁股就是最好的口袱 韩瑀看到八年第一个登陆的墙台 背后原来是2028政治学啊 有网友把添水лов在抱怨 結果進來有網友跟他們講說 你不能這樣抱怨 我跟你講我們其實水消退得很快 所以你稍微有耐心一點 水自然就會退了 退得很快 我們高雄退水世界第一 他們現在在宣傳這件事情 退水退超快的 好像你家被淹過了沒關係 所以我就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要問我們陳其邁市長 請問一下這種極端氣候 往後來不會再發生 會啊 沒有 極端氣候會再發生 會啊 那豪報也還會再發生 會啊 那高雄怎麼辦 你就比較忍耐 就沒辦法嘛 所以照你這種邏輯 跟你這種講法意思就是說 我們已經做很好了吧 好 那我認同 那就是雨上下就是會淹嘛 到哪裡都會淹嘛 好 那我也認同 所以我就問嘛 陳其邁市長 那請問一下再發生一次 都要怎麼辦 請問會不會再發生 會 我們每天都在報紙新聞這邊 跟大家介紹什麼 極端氣候 而且包括來個各位 俄羅斯基柏利亞都35度了 你覺得這種好與成災 中國我們每天都在講 每天都在笑 那請問一下台灣未來 會不會也常常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知道你這個說法 那沒辦法啊 那高雄人就是得要這樣淹啊 因為只要這樣下 那市長已經做得很好啦 那沒辦法就是這樣淹啊 再來我們講第四件事情 今天賴新德總統 是不是去看齋對不對 他說高雄做得很棒 以前都淹一層樓 現在這次只有30公分而已 俄羅斯基柏 我們是不是也有聊到那個畫面 高雄是不是有電動車 有特斯拉在那邊開 然後整個都淹淹到它擋風玻璃 特斯拉變成船了 淹淹到它擋風玻璃嘛 我現在懂了 原來那個擋風玻璃只有30公分 那一台不是特斯拉 你知道那一台是什麼嗎 Lamborghini 低底盤的 是 你看錯了 所以他整個人可能是躺著這樣開 一個只有30公分 所以不要睜眼說瞎話嘛 高雄就是大水淹過龍王廟 所有的豪宅區到山區 全部大家都淹得一塌糊塗 所以這道理很簡單 大家就只會問一個問題嘛 如果今天發生在台北市 你覺得他會不會怎麼修理講話案 這理由很簡單啊 但各位我講的重點是什麼 我講的重點是 你要以高雄這些受災戶的新生 作為一個出發點 因為現在有的氛圍是 市長跟你講這種水 誰來都淹啊 沒辦法 你家要淹 我也沒辦法 跟多少地方都是一樣 第二件事情 在出征這些講說 為什麼高雄要淹水 排水很慢的人 說你們這些人不懂得洗服 暖男市長很好 第三件事情跟你講說 你家淹水很快就會消退 所以換言之 這些受災戶 這些高雄人 一句話都不能講 各位這是我最沒辦法接受的事情 因為按照現在這些民進黨 或者是什麼 青苗哭哭筊 青苗變廣教 四個黑白筊 黑白跟人家 他們這些邏輯 你知道現在真正被出征的是誰嗎 不是我 也不是台北人 也不是台中人 是在叫苦連天的高雄人 因為你連叫苦連天的權利都沒有 因為你叫苦連天 等於驗證了暖男市長 沒把事情做好 而這一件事情是大不會 絕對不能犯得盡棄 那所有那我就只能講啦 那高雄人那沒辦法啦 因為你講話會被人家出征 我們替他們講話 人家就說我們在噴政治口水 高雄人自己講話都不能了 那請問一下 現在誰能幫他們講話 H你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要談降雨之後的究責 應該要從防洪目標跟具體降雨之間的落差 去究責 分層從數字上面去看 到底誰要負責任 而不是說這個拿出一個降雨圖說 雨就這麼大 那不然要怎麼樣呢 那如果只見到輪胎高 你就應該給我拍拍手 不然你就是雞蛋挑骨頭 中央或地方都應該要誠實 從這些層次來看人民的質疑 那我覺得我們要檢討的是就是說 近年在設計這些防水的 防洪的設施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原因讓規劃者覺得說 我們不用去把排水強度做到這麼強 比如說我們是壓寶說 不會一次下八九百毫米 還是覺得說要做到處理這個雨量 成本實在太高 不符合設定 經濟沒辦法負擔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 施政者你就要很老實的告訴人民說 抱歉你住在這裡 就是降雨多 超過多少 那就只能淹水 可是我覺得很遺憾的是 剛剛講的都是一些科學指標 可以去做檢討的 那但是民進黨的操作手法 還是一樣又多了一個 根本不在公共議題討論 就把它用輿論操作成仇恨操作的層次 就還是去說 國民黨 民眾黨欺負我們淹水的地區 其實我們只是小煙 你講成大煙 大煙就是南北建設不均 所以才會發生這樣 那你罵就是沒有良心 我覺得這是不理性的討論 而且沒有辦法再預防 下一次找到真正的原因 回歸過來講 剛剛說了 天公沒有辦法讓我們操控 但是回過頭去 數字科學是可以的 這一次凱米颱風把高雄淹慘了 而在總統南下勘災陪同的現場 黃捷缺席了 他連自己的選區都沒有出現過 原來真出國了 但是過程當中 頻頻發出勘災文 東遮西眼 回來之後 他再陪災民去勘災 看到三晶半夜 還說災民對他拍手拍到 手都黑色 還要討論說 藍營立委 誰誰誰誰都不在國內出頭很多 來 偉漢告訴我們 黃捷過去每一次都能化危機為轉機 那這一次呢 好 今天要開講報警的觀眾朋友 很實在的 赤水是不需要口水 前兩天有跟大家講 上禮拜有跟大家講了 可是畢竟我是政治評論員 是 政治的影響還是要跟大家講清楚 黃捷這件事就讓我想到 無見到第二集 李永孝的爸爸 曾經跟他講過 出來混的 不管做過什麼 終究要還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黃捷 兩個原因 第一個 以前韓國瑜當高雄市長的時候 黃捷是每天緊盯韓國瑜在哪裡 韓國瑜幾點上班 韓國瑜有沒有睡到中午 你用這樣的標準去檢視別人 別人就這樣檢視你嗎 第二個 因為所有的民進黨的立委這一波 賴清的總統到了高雄 他們都站在旁邊 你沒有站在旁邊就問你去哪裡 所以事後證明 你看我還不敢講太明確 太確定 他是出國了 所以你人不在台灣 你就不能出現 好 那就比第一個 你人不在外 你沒有出現 那你回到台灣之後呢 趕快去勘猜 連PO好幾文 我這裡也看 那裡也看 那當然 黃捷也要播出影片 你以為高雄人怎麼樣 看到我都罵嗎 沒有 他們都跟我比讚 他們都用力拍手 他們都打到手天 因為就說黃捷好棒 對啦 黃捷總是講說 我很受到地方的鄉親支持嘛 那確實他的票數也高 那所以黃捷連PO好多 我去看災 但你很明顯看到什麼 居然會看到什麼 都已經出太陽 水都退了啦 因為他比較晚嘛 那這種時候他在網路上PO文的時候 政治上就要觀察囉 那到底民眾的反應是不是真的這樣 他就PO影片嘛 就像他看這影片有沒有 高雄人還是很支持我的 大家都跟我說 我回來了 他們都很高興 為我鼓掌打到手都歐青啦 我是覺得手要打到歐青 那是要怎樣 這個是那個聽演唱會 那個uncleuncle再uncle 才會打到歐青吧 我是覺得啦 個人看法過語不及都不好啦 你說高雄人都討厭黃捷 確實有很多喜歡他了 但你要說大家都拍掌拍到歐青 歐青之前不會停嗎 你通了以後就停下來了啊 我敢不敢這樣說啦 人家那個800輛車 淹在那個地下室 那個財產損失 好 那所以呢 現在重點就是說 黃捷他必須告訴大家 我還在高雄我撐住 我承認我當時不在 但是呢 事後民眾給我鼓掌 民眾告訴我什麼 他說他嘉義的老家 他可能老家在嘉義 我也不太確定 他說老家嘉義的民眾 還傳簡訊告訴他說 不是英雄不被批評啊 為什麼那麼多藍白的 就是媒體跟民眾在罵你 就是因為你很重要 你是英雄所以才罵你 就是黃捷他回過頭來 回到台灣以後 他的危機處理 說了很多有一個最重要的 重點沒說 你這幾天去了哪裡 做了什麼 還沒說 開心的看脫 那個誰誰誰 也都人不在台灣 你們怎麼不去罵 好 他點的就是柯智恩 好不好 明天就講了 柯智恩也不在啊 你講我 但是我先說 柯智恩在 林戴華在 許智傑在 賴樂榮在 這幾個可能跟你2026選 市長的人都在 那你去挑一個國民黨 可能選擇長柯智恩幹嘛 第二個 我們有一說一說一就這樣 柯智恩是國民黨立委沒有錯 對 可是請問他是高雄一到八選區 哪一個選區的立委 沒有在地方看 他是不分區 他不是高雄選區立委 一部分區 第三個 柯智恩是跑去玩嗎 柯智恩是跑去立法院 國防教委員會有沒有 江崎城帶團 柯智恩在這裡有沒有 他們是出國啊 裡面還有很多的立委 所以這是立法院的公務行程 人確實在國外 柯智恩確實不在高雄 可是我剛剛點兩個點 第一個區域立委像邱毅營 許智傑 賴瑞蓉 林戴華 他們敢不敢淹水的時候 不在現場 他都在現場啊 大家都在那邊 讓你看嘛 所以今天你不要去比克真 你比你同黨的區域立委就好了 第二個 這個是公務嘛 那我們其實並不知道 黃潔他那幾天出國 好像是去日本 我不確定啦 那他的行程是什麼 是立法院另外也是個委員會 比如說去出訪立陶宛嗎 他也可以跟大家講 我也是為了公務 但不管都是為了公務的狀況之下 因為即使都是為了公務 不過就兩個還是有區域立委 跟部分區之別 因為區域立委全台灣 黃潔就顧你那個選區 那柯志仁他現在部分區 要顧哪個選區 沒有 所以重點就是你拿那個柯志仁來 是沒有辦法來降低 如果你的選區有人不滿 你也要承受啦 因為你是那個雙酷的嘛 所以柯志仁講說 你不要牽托我好不好 我是立法院出國去 委員會去考察 第三個 今天我們知道 黃潔他現在目前看起來 這件事情是受傷的 我個人看法 我覺得是受傷 因為不是跟柯志仁比 而是你同黨總統都去現場啦 對不對 不然在前場幹嘛去 對 那其實有講說 我們那裡就有立委 我們就有市長就好了 不要你去就好了 總統為什麼要到 因為要苦民所苦 所以當你沒到的時候 再講更多都是枉然 那今天我們看到 網路上的聲量來講的話 這一次因為 還有一個台中市長 那個盧秀燕 他因為去了美國以後 發現台中危險 他要回來對不對 所以他整個聲量是最高的 盧秀燕在這裡 可是聲量高 你要知道有正面也有負面 所以我們就以正面負面 兩個加總以後 扣下來以後 你知道六都 這一次風災過後 好感度最好 第一名是誰嗎 是盧秀燕 不是 是張善政 張善政 盧秀燕是聲量最高 但罵他的也不少 對 有人講說你幹嘛出國 又回來又出去對不對 張善政1.27的好感度 第二名是誰 是陳其邁啊 所以陳其邁 他還是六都第二名 他還有0.91 所以就知道 高雄很多挺盧秀燕 多挺陳其邁 他的那個演唱會經濟學 他的民調可以到八成 真的不是讓德敘敏 即使這次高雄淹水 他的好感度 還有第二名 那大家就意識到說 那你要看到 黃傑是陳其邁推薦入黨 這個是事實 他現在是勇言會 加入所謂的 這個以前的海派叫勇言會 黃傑 因為他接趙天穎的缺 對不對 可是是誰推薦黃傑 從時代力量退黨以後 加入民進黨 就像個誰 就陳其邁市長 對 陳其邁就是推薦人 所以大家原本以為說 他就是所謂的賣戲 他這個有兩個 觀眾朋友 今天第一次講 陳其邁現在已經形成一股勢力 以前跟蔡英文中的很好 所以叫做高雄的音戲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音戲了 對不對 已經變成是類音戲 犯音戲對不對 高雄有一個賣戲 賣戲就是會我 賣夢就是古水 所以他現在就是賣戲 陳其邁系統的 對 陳其邁賣戲是我 賣夢呢 是古水 所以他這個賣夢賣戲 現在看起來 在中場會現在算一算 像音戲或賣戲 是不是以後 他才是實質的運作人 大家就觀察了 那因為呢 大家會知道說 陳其邁現在民調都很高 其實高雄這一次的淹水 他還有好感度第二名 在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黃捷加入勇言會 他怎麼沒有加入賣夢或賣戲 大家講說 他畢竟就是陳其邁的子弟兵 2026有沒有黃捷這個角色 我們可以觀察 原本我覺得還蠻看好的 因為他年輕又年輕票 可是我聽你講到這個危害 你看喔 那個陳其邁市長救災 救到這樣 勝利還是好感度 維持高峰 今天黃捷搞這樣子 會不會變成了一個豬隊友 好 那所以黃捷這件事情 其實基本上 會傷到黃捷 他參選2026的可能性 有人可能這時候跳出來的時候 黃捷怎麼可能選市長 有邱毅雲 許智傑 林黛化來內容嗎 我告訴你 原本我還真覺得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當民教的四大法王 誰都不服誰的時候 反而是账戶機當教主 因為黃捷他受到陳其邁的支持 再加上他其實有年輕選票 所以我才會說 這一次其實對黃捷來講是有傷的 原本我還非常看好他 也許2026就是他選了 你不要以為比民調 他會輸給邱毅雲 林黛化這些人 但因為這一次黃捷受傷 然後陳其邁也降下來的時候 賣萌或賣戲 2026的掌控度會有多少 還是新潮流竄出 我們後續再觀察吧 好 宇軒你怎麼看 太陽出來了 黃捷回來了 戰 這個叫做戰力滿點啊 不是戰力滿點啊 我們的英雄凱旋從國外歸來啦 只不過我們現在有中華奧運 我們講有非常多的英雄 台灣劍兒 但我們沒想到呢 他們是出國 怎麼講 出國比賽 攻贏 倒回來 那我是不知道黃捷去哪裡 他去哪裡的 大家不知道 去哪裡不重要 重點他是凱旋而歸 他哪裡凱旋 憑什麼凱旋 當然啊 因為他回來之後 請問一下高雄鄉親瘋 他說是什麼 Hero 他是我們的英雄 其實應該是Heroin 應該是英詞啊 沒關係 你們講英雄就英雄吧 打婆子打到手都歪掉了 坦白了 我不知道這個物理性質 要怎麼做到 雖然哥你有看過有人拍手拍到瘀青嗎 他很敢講 不是 我是沒看過 我只有小時候被老師藤條 打到所謂瘀青而已啦 沒有看過拍手拍到瘀青嘛 但我跟你講黃捷真的急了 這一次他急爆了 但急的原因你知道是什麼嗎 第一喔 我們以前的外界大家在批判他 罵他 請問一下他會在意嗎 我們就舉這個開鎖事件好了 他一樣是在半夜 他跑去開鎖 開完之後他有跟你道歉了嗎 這不理你了欸 他現在有說任何一句承認錯誤嗎 沒有 沒有 那為什麼他要道歉 黃捷什麼時候回來的 賴青德勘災完之後 之後 隔天他才回來了嘛 所以我跟你講出大事了嘛 所以你黃捷道歉 各位你不要誤會囉 不是因為我們罵他 不是因為社會罵他 是因為賴青德來了 他在跟賴青德道歉嘛 所以但是怪是怪在哪裡 你知道回來之後他都 他前兩三天的行程喔 我其實百思不得其解 他都半夜跑出去欸 居然哥我問你喔 災民白天的時候 你覺得他們在幹嘛 白天就在善後 就在傾家園類的伴子 對對對對對 你講到一個重點了 為什麼今天其他議員都沒有出現 因為其他議員都跟著災民 從第一天Day1 包括邱毅寅 包括林黛華這些人 都會忙著整理災區啊 忙著甚至有人 我們講第一天大雨的時候 就已經在囉 第二天下大雨的時候 他還在喔 那黃捷是等到所有事情 都結束之後 然後跑回來 然後半夜 那請問一下這時候半夜 他如果走在路上 也沒有辦法遇到任何人 當然遇不到人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啦 黃捷找來那些村里長啊 那些跟他鼓勵的 打氣的 半夜三點嘛 這些人哪來的 這些人哪來的 徵招來的 摳來的 摳好的嘛 摳好的嘛 我講一個道理啦 來 黃捷這個皮鞋喔 你仔細看 有沒有 亮到發光 我跟你講我看過他每一張照片 他的皮鞋都好乾淨喔 然後說藍白都破我髒水 沒有啦 黃捷 沒有人潑你髒水 你知道嗎 被潑髒水是誰嗎 是你的災民 你的災民全家裡面都泡髒水 但是呢 他們還要鼓鼓掌 說你是英雄 結果呢 你說要去看災 就每一張照片裡面 皮鞋都乾淨淨淨 好像打過光 打過油一樣 這開什麼玩笑 但我還是講 他是我們台灣的英雄 他是我們台灣的偉人 所以大家不要批評他 洪威師我們看到了 果然他出國去了 所以這一次黃捷回來之後 他也有備而來 立刻你那個戰力破表 不過人家說 這就是大家在說的兩句 口水 你怎麼看 沒有錯 願黃捷長期以來 就是民進黨裡面的天之嬌女 然後聲量也高 但是這件事情呢 我相信他吃到苦頭 吃到教訓 其實黃捷不要去怪說 為什麼那麼多人討論他 為什麼那麼多人出征他 你知道其實黃捷這個事件呢 它其實是有好幾部曲 過去如果發生風災 或者水災的時候 政治人物在國外 比較晚趕回來 其實非常多 但是沒有人像他 有出現這麼多爭議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件 第一個 你神意 你第一件事情呢 你其實你是想要躲避的 你沒有很老實地告訴大家 其實在這個雨 這個下雨成災的時候 你根本人不在國內 所以第一件事 你神意 你有仕途隱瞞 第二件事呢 你道徒 你連這個關懷災民的圖 都是拿里長的圖 這是我最不能夠理解的 我們剛剛講 其實過去有很多政治人物 民意代表他人不在國內 但是對不起啊 你總有服務處的主任吧 很多都是服務處主任 到處去勘災 也拍照 你穿著這個議員 或者穿著這個立委的背心 然後拍幾張照片 很難嗎 我就覺得很奇怪 黃先生你出國難道 你的服務處同仁也在出國嗎 你竟然出現一個道徒的行為 還有呢 最後呢 你洗地帶風向 有沒有 然後在那邊講說 剛才講最不可思議 我們其實政治人物也常這樣 有時候我們受到什麼委屈啦 或受到什麼爭議 我們回到選局 真的很多的選民 會給我們加油鼓勵 你說不要氣餒啊加油等等之類 但是我第一次聽到 說給你拍手拍到手都遇親 要怎麼樣拍手法啦 要給你手到遇親 我覺得這樣的話 賴清德會很不高興喔 陳其邁也不高興 他沒去看災啊 最後這句話是重點 陳其邁啊 陳其邁這一次真的是跟著災民一起 希望趕快水退 希望把政治效應降到最低 仍然聲量維持高檔 結果你看他的子弟兵 他的敵視眼 跟補這齣 他會變豬隊友啊 當然是豬隊友啊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黃傑之所以能夠選高雄市立委 完全是陳其邁大力一手提拔 因為那時候造成他們內部 很多的內部的這個不高興啊 那可是你想想看 黃傑發生這事情之後 陳其邁有聲援他嗎 我想陳其邁心裡一定很不舒服吧 你們在搞什麼 而且大家很多人都覺得黃傑 現在已經算是陳其邁的子弟兵 在陳其邁他最焦頭爛額的時候 你沒有幫上他的忙 然後呢 你再搞這些東西 然後自己為了自己的聲量 不停地在有一些 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我覺得陳其邁一定會非常非常的火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你今天在這邊說 是英雄才有這麼多的討論 所以這代表別人不是英雄嗎 那我常常在講說 如果今天這個黃傑 他的心理素質這麼低的話 那我就想到巧欣 想到我們許小欣對不對 那許小欣當時被罵了一個多頁 如果今天你被這樣討論 你就是英雄 那許小欣是什麼 英雄中的英雄嗎 所以不要牽托這麼多 黃傑你靠著 這當時跟韓國瑜翻白眼 你靠著陳其邁 對你的大力的提拔 然後你現在當上立委 你還是要有一個認知 就是你必須拿出自己的成績 自己的正義 才能夠真正地維持自己的政治能量 罵人家落跑市長 然後還酸喔 說哎呀韓國瑜既然你想當總統 那你就辭市長啊 反正你信不在高雄 推力標啊 那同樣的話我送給黃傑嘛 黃傑既然已經信不在鳳山議員 追求立委 那你辭議員啊 你也是個落跑議員啊 接續我們來看的是 趙天麟身陷中國小三的風暴 宣布退選 黃傑要來接棒 當心喔 會被回力標給K中 當年他批評韓國瑜 你市長位置沒坐熱 你就跑去選總統 現在呢 議員也還沒就滿 一年就要去選立委 是不是也犯了一樣的錯呢 當年罷免黃傑不成的團體 已經預告了 不排除 對他發動第二波罷免 好 尊敬哥還有抱歉的觀眾朋友 今天這集就說 我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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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目前黃傑還在看這張照片 過去是嘲諷韓國瑜 現在回力標打回來 不是回力標可能打回來 他已經打回來 我先講趙天麟 觀眾朋友 趙天麟因為他原本要參選立委 對不對 現在退選了對不對 最近好幾場 這個昨天禮拜天 上禮拜五都有 這看起來港恩參會原本是 趙氏參會 所以就跟大家說 真對不起 我對不起我的太太丁丁 他到處跟大家講 欲言又止 然後淚流滿面 跟妻子說虧欠 跟姿子說道歉 然後呢 陳其邁就直接跨過了他們永遠會 找了鳳山的黃傑要來選這一區 高雄市第六選區了 那我要跟君安哥來的觀眾朋友講 原本如果趙天麟沒有退選的話 陳美亞上次輸趙天麟三萬多票 還有五億正一萬多票 然後加上當時韓國瑜在高雄 因為代持參選總統的仇恨值 事情不要緊過細膩 韓國瑜等一下有Cue他 因為今年的狀況跟四年前顯然不一樣 這種時候派出的人 就是黃傑 分秒無差 因為黃傑的民進黨入黨的推薦人 就是陳其邁 喔是 陳其邁參選高雄市長初選的對手 就是趙天麟 超完美布局 你有清楚嗎 清楚 所以選市長的時候對手是趙天麟 那時候那麼激烈 現在說實在要叫我衝殺 我的子弟兵就是黃傑 觀眾朋友大家要知道 黃傑 你說他原本因為陳其邁跟趙天麟競爭 然後故意要弄他 這個我要跟大家負責任報告 到底不是 為什麼 因為黃傑的選區在鳳山 是啊 他是鳳山的議員 他現在選哪裡 現在是錢津 對不對 岩城 古山 不是鳳山 所以他今天跨區選的 觀眾朋友 才沒多久之前 國民黨也有議員 然後被徵召要去選對不對 北松山中山 我都講嘛 松信區 那個人就是導播可以帶一下 就我們現場的黃傑姐嘛 那我就是我的標準都一致的 是 他有諜區喔 王紅傑是松山區 就是他的區喔 松山信義 松山中山 所以他有松地上來 他兩個圈圈有連結的嘛 那但是今天黃傑的跳區 是完全沒有連結 是 所以是鳳山跳過來的這一區 第六選區不是他的區嘛 他說沒有 我都一直在高雄打拼 沒有落跑的問題 因為如果他當選的話 如果他當選 他是高雄的立委嘛 我是高雄的議員 我是高雄的立委 我沒問題 好 照這個標準 你當初民進黨上上下下包含黃傑 你就不應該拚王紅傑 就講完了嘛 所以今天回力標就打回來 其二 王紅傑是一個 或是之前批評別人是一個 其二就來了 就是跟黃傑最對口的 那個仇恨值拉到頂點 也幫黃傑一戰成名的 就是韓國瑜嘛 當時韓國瑜在高雄市議會被選的時候 這個是四年多前的事情 觀眾朋友 高雄八大財他翻白眼 所以這個畫面 拿WQ來嘛 就這個 所以一戰成名 黃傑從那時候 也變成全國性的 有知名度的議員 好那問題來了 四年前確實在高雄 韓國瑜仇恨值頗高 但觀眾朋友 四年後現在 韓國瑜現在是 到處去浮選 你看他去高雄有沒有 去鳳山 最強捅哭啊 嘎人中底下對吧 所以這時候高雄有沒有韓國瑜支持者 一定有嘛 那韓國瑜支持者 這一區又被投給他 那就很難說 所以很簡單 我把這個利弊的事情跟大家分析 黃傑跨區選立委這件事情 違背了過去民進黨不落跑的承諾 而且黃傑現在目前因為是跨區的關係 所以趙天年的子弟兵 王文英不能選 他能全力幫忙 是個關節點 第三個 陳清邁雖然力挺 可是因為在高雄 韓國瑜的支持者可能說 我就在等這個 等很久了 所以現在目前看起來 我把黃傑他可能會受到影響的幾個都講了 但你說他一定輸嗎 也難受未必 陳清邁已經開出說 希望八個高雄市的立委民進黨通通都要贏 八仙過海 現在目前看起來 國民黨最有可能是左南區 就是李梅鎮那一區 所以就看 現在目前陳美亞跟黃傑地流選區 我個人的看法是 目前看起來類似接近五五波 還有一個喜樂島的郭貝宏 可能影響選情 這是目前高雄的最新狀況 所以黃傑是不是真的要提防 罷免的回力標啊 黃傑這次被提名嘛 然後我看到很多民進黨在講說 因為黃傑高聲量啊 知名度高啊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只有他能夠贏 我問一句 黃傑聲量高 對啦 但是都是好的聲量嗎 光一個啦 黃傑就是雙標嘛 當然我覺得一個議員要選立委 或者是說要挑戰更高的位置 只要法律允許選民支持 你就可以選啊 可是民進黨永遠用聖人的標準看別人 用最低的標準看自己 當初韓國瑜要去選總統的時候 黃傑罵得多兇啊 罵人家落跑市長 然後還酸喔 說韓國瑜既然你想當總統 那你說辭市長啊 反正你信不在高雄 回力標啊 那同樣的話我送給黃傑嘛 黃傑既然已經信不在鳳山議員 追求立委 那你辭議員啊 你也是個落跑議員啊 謝謝 所以大家不是說他不能夠換跑道 而是用他自己的標準檢驗他 檢驗不下去 而且俊翔哥我跟你講 我看到一個 我真的不能忍受 我想說那臉皮怎麼這麼厚 你知道 照道理來講 黃傑應該早就知道他要被徵召了嘛 因為陳其邁一開始就幫他鋪路了嘛 陳其邁不是老早就說 不要用選區跟派序考量嘛 看一看去就只有黃傑對不對 結果黃傑在禮拜六的時候 他還跑去淡水幫他們同黨的何博文輔選 兩個一起翻白眼 翻白眼幹嘛呢 翻白眼去諷刺侯友宜落跑 這他們講話 你自己都已經知道你要落跑了 然後你還去諷刺別人落跑 你是有多厚臉皮 我真的很懷疑你知道嗎 民進黨要入黨 是不是要先測試一下臉皮的指數 不夠厚不能入黨啊 否則怎麼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黃傑基本上面對這種雙標 大家其實是蠻厭惡的 然後再加上他們這批太陽花的 之前標榜了進步價值反政府 政府不對我們要挺身而出 結果換民進黨執政全部變側翼 民進黨放屁都是香的 那當初那群年輕人 跟你們一起去反黑箱的人 被你們利用啊 所以我不覺得黃傑有這麼厲害 我認為國民黨只要團結 陳美雅以五連霸 基層好好動員出來 然後陳美雅的空戰也是蠻強的 我覺得會有贏的機會啊 楊明 所以黃傑空降地方不爽的情緒 再醞釀了嗎 表面上趙天麟非常挺黃傑 從上個禮拜五確定 這個就是說他們提名小組 建議要徵召黃傑開始 趙天麟先發了一篇文章 然後呢 這個禮拜天 因為賴清德到高雄 他們的進總成立 黃傑到了現在 趙天麟沒有出席啦 但是呢 趙天麟就轉貼了陳其邁發的這一張 就是這張陳其邁他們的這個合照 結果你知道嗎 趙天麟發的文章 轉貼的照片 黃傑都沒有去按讚 黃傑都沒有去留言 你知道他們禮拜天 一起去跑滑 趙天麟還把這個合照 不斷的每一張 每一張貼在留言區 還標註黃傑 黃傑沒有去按讚 沒有留言 你至少應該回一下說 天麟委員 謝謝你的成全 我一定會這個 繼承你的這個遺志 或者說繼承你的意志 就是說繼續拚 為了這個 想要按個讚都不去 所以是不是黃傑 不想沾上趙天麟的麻煩事 會不會他覺得趙天麟幫他浮選 其實是負面的 所以我覺得黃傑他這個偶包 可能要思考一下 因為這個選區 我必須要講 當年趙天麟是怎麼打敗邱毅的 2012年趙天麟第一次參選這邊 跟邱毅捉對撕殺 當時邱毅是一個空戰 這個實力非常堅強的 而趙天麟他說 你邱毅在台北上節目 我就在地方好行程 那個時候趙天麟就是用地方服務 地方基層的耕耘 打敗了這個邱毅 所以這個地方不是只看空戰 趙天麟後來他要選市長或什麼的 可是他基層的服務都非常紮實 黃傑你是一個跨區空降部隊 而如果今天趙天麟整個組織盤 通通交給你 而且全力輔選 對你來說是勝券在握 可是如果地方有反彈的話 這個力量 你可能這個反作用力 可能會讓黃傑選得很辛苦 鴻威 所以黃傑這次真正跟大家示範的什麼叫做空降啊 對啊 什麼叫做真正的落跑 剛才偉翰就講 就是當時我轉選區事實上 北松山原來就是我的選區 所以我沒有向黃傑完全的跳另外一個選區 而且黃傑的說法非常奇怪 他的答覆是說 他說我還是在高雄啊 所以我沒有繞跑的問題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當時我不是在台北嗎 我現在還在台北 可是當時從賴清德開始 民進黨的黨中央到他們的民代是怎麼樣來打我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完全的雙標 這樣子的一個回力槍真的現在打到黃傑的頭上了 這兩天一個暗黑梗 黃傑變黃賊 這怎麼回事 來你來看看這樣的一段畫面 黃傑真把事情給鬧大了 決戰選罷法修正案 為了搶戰發言台 居然摸黑 先搶進了會議室 躲在茶水間被逮個正著 這畫面多難看啦 會不會太好笑 其實那厲害喔 結果韓國瑜院長下令到調查 雨萱來告訴我們 這件事情很嚴重嗎 當然很嚴重啊 嚴重是在於黃傑犯後的態度嘛 因為我今天有看到黃傑特別還拍了一個影片 回應韓國瑜反正痛罵韓國瑜說 哎呀你以前就打成水扁啊 你以前都是吃個吃克膜啊 我實在不知道跟這件事情有什麼關係吧 所以我們就事論事 但我先跟各位講喔 你不要期待我們等一下黃傑的討論的內容 或他的回應會有就事論事 完全沒有這一塊 是嗎 絕對沒有的 第一個請問一下立法院可不可以3到4點上班 因為他說我3到4點來了這邊嘛 各位你現在看了這個時間點 我也不知道這男的是誰啦 因為你看他應該是有禿頭嘛 對不對一個中年男子 看起來也不太像立法院助理 應該也不是主任 換言之他不是立法院的員工 而在3到4點的時候 黃傑用他立委的身份 把他帶到了院區嘛 那請問一下 君翔哥3到4點立法院可不可以上班 有說不行嗎 沒辦法上班 你3到4點可以去 我要來這裡用功讀書不行嗎 那你3到4點可以去圖書館嗎 你3到4點可以去銀行提錢嗎 可以嗎 不行嗎為什麼 你沒有鑰匙鎖起來了嗎 因為還沒開門 對 沒有人嘛 場地為什麼要鎖起來 因為立法院的議事他都有租用辦法 對 他的會議事都有租用辦法 而且他租用辦法就是說 你不需要有議事人員在 你不需要租用的時間 你不需要啟用的時間 所以不然照這個邏輯各位 我跟你講啊 你知道以後國民黨要怎麼處理 這個禮拜五的大院嗎 來黃傑教你們了 這一招3到4點叫正常上班 你禮拜四的時候直接叫幾個助理 我跟你講因為鎖這樣都可以來了嘛 所以你助理也沒關係啊 你知道幹嘛 我直接去睡在主席台上 你立委不用去 你叫助理全部卸就好啦 接著兩者上 欸他不是鎖匠欸 他不是鎖匠 那我問他是誰嘛 黃傑有跟你講他是誰嗎 他沒講 我知道嘛 因為我們製作單位還好心聽你做理學 他不是鎖匠 但現在黃傑也沒有講他是誰啊 這到底是一個身分不明人 各位你知道這問題能做在哪 第一個3到4點根本沒辦法正常上班 再第二個這個地方根本沒開 再第三個黃傑帶人 他也講不出來他是誰 我跟你講這看起來就不像他助理啦 助理不會長這樣子啦 那你知道這個問題是什麼嗎 黃傑要帶著他喔 因為你所有閒雜人等 都要進入立法院你知道要幹嘛嗎 換陣 是 而且3到4點 3到4點 欸等一下 助衛警那時候 應該睡覺 還在 助衛警都還在嘛 所以換言之助衛警 我覺得也該檢討了 你知道為什麼 他怎麼看到 欸委員啊 報告 委員想說怎麼帶一個中年男子 鬼鬼祟祟祟的跑來這邊 0前4點來換陣 不然立法院當然半夜也是有人守門嘛 好 所以今天你剛剛講到的 黃傑的犯後態度 才是今天我們要好好來捉摸的 他完全不認為自己錯嗎 對 我跟你講 你要仔細聽黃傑說法 他說我沒有破壞公務 我沒有破壞門 國民黨在污蔑我 但他絕對不敢提說 我撬開那個門嘛 你如果是正常上班 你何須要撬開門嗎 他說你看我沒有萬用鑰匙 這個也不是鎖匠 喔是韓國瑜在公報私仇 各位啊 然後你看他開始講說 欸你看葉原資去踹門啊 哎呀陳永康把茶水間門酸踹壞了 你看喇叭鎖 我很好無缺我跟會講啦 黃傑他真正做的法是什麼 就像你有沒有看過鎖匠 你知道開這種喇叭鎖怎麼開嗎 哪一個那種塑膠墊 你身上有沒有卡片有沒有 軟的卡片 一個縫就這樣 欸在那邊 叮一ública 叮一 照檢就哭啊 把他矢突開嘛 所以這個東西 難怪他都不是鎖降 因為我自己常常忘記帶鑰匙 把我家房門鎖起來 我也在那邊 �… 我也可以幫他矢開嘛 所以黃傑是顧左右而沿他嘛 重點就是 你不該進去 結果你把他矢來矢去 把他矢開了嘛 那就很奇怪 你一個立法委耶 為什麼三四點 不睡覺 然後跑去那邊 帶了一個閑雜人等 你說他不是鎖降 那問題更嚴重了 所以你帶一個路人 然後這個路人說 欸我來我特別會移 我身上很多卡片 我移壞一張還有一張 就這樣把這個門移開了 那按照這個規定 那以後國民黨都可以這樣繼續照著辦嘛 所以話不是這樣講嘛 根本不是什麼叫做公報私仇 因為理由很簡單 你仔細看這個監視器畫面 就是他找了這個人 然後呢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呢跑道進去之後呢 所以國民黨說什麼 合理懷疑他們拿萬用鑰匙 國民黨沒有萬用鑰匙啊 就你把你手上的卡片 信用卡隨便你敢移的 移下去就會開了 好不好就這個喇叭索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拜託一下 但是我請問一下各位 到現在為止整個焦點都模糊了嘛 因為黃潔一直在跟你講說什麼 嗨呀這個黃國瑜啦 他是用自己打成水扁了啦 所以我就講 我們現在聊到這邊 有什麼是非對手嗎 完全沒有啊 完全顛倒是非了 我跟你講為什麼焦點模糊 真的闖入的本質 你不去檢討不去討論 結果你看老科說 欸你們怎麼拿到這個畫面的 老科說 欸這個 刷這個我們就講 吹哨神保術法很重要 因為呢當現在民進黨 只要自己做錯事 你知道他幹嘛嗎 去檢討那個檢舉他們的人 他馬上講說這個到底怎麼流出了 這有什麼個資問題 當然有 柯建民你是怎樣啦 你不要再吃你兒子的東西了 我跟你講 立法院的門半夜打開 這個東西是有竊盜的疑慮耶 人怎麼有辦法走進去 這個是違法耶好不好 這個叫竊盜 這個叫闖入好不好 闖入公家機關 所以你看還被人家發現說什麼 黃金跟中嘉賓你知道 他們兩個躲在插水間 你知道為什麼要躲嗎 不是啦 你正常上班你就坐在那邊嘛 代表你很怕說 人家進來的時候發現 你已經坐在那邊 你怎麼進來了 那就撲空了嘛 那就不正常了嘛 所以他們只好做什麼 做一件更不正常的事情就是 兩個人躲在那邊 我不知道這個中嘉賓有沒有像 親那個那個叫誰啊 那個叫誰啊 那個叮什麼叮什麼 叮學忠 被親叮學忠那個樣子 所以我拜託一下你們 不要做這些怪力亂神的事情 但我也跟國民黨最後奉勸一句啊 如果人家跟你耍無賴啊 你還要再偏偏君子溫良工減浪 那肯定是混不下去的 董哥怎麼看 哇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精彩 那國民黨 其實週天講的時候 民進黨還輾經結結的時候 告誰告誰 我們現在在立法院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靠影片 因為明明是發生什麼事情 民進黨一定前盤火論 那等你拿出影片以後說 你怎麼可以有影片 這是民進黨的手法嘛 那其實喔 7月4號 他們也曾經去撬開 紅樓二樓的會議室的門啊 那時候也被那個 劉采薇你的生意又來了 他們拍到了也拍到了 柯建明又在那裡抽菸 董哥我跟你說我已經檢舉了 我只是覺得 因為媒體可能會覺得很煩 你知道嗎 因為他出現是常探 所以我本來是想說 我等看市府要罰他多少 上次只有兩千嘛 所以我再來跟大家報告 但我已經檢舉了 對啊 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也去那邊撬文 所以民進黨是一個冠犯 那冠犯其實 大家看了 你可以講說 這是我們的政治攻防 對不起 這是一個小偷的行為啊 對不對 簡單講嘛 他立法院裡面沒有人啊 那他把門鎖起來 他是為了安全 你自己去把它弄開 不管你用什麼手法弄開 小偷可以告訴你說 我沒有帶手進門來開門嗎 我也沒帶萬利安鑰匙開門啊 小偷都從來不用破壞 因為偷完之後 讓你神不知鬼不知 是啊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還可以真正有詞 那種下線 已經到了讓人家覺得 毀儀所思了 旺澤所以你看看 他們在幹嘛 賴總統在前線掃黑樹灘 他們真的在無敵無告啊 我覺得黃傑這一把 坦白講 會讓人家很失望 你怎麼會搞出這個東西出來搞 然後自己像小偷一樣 但我個人覺得 這件事沒這麼單純 黃傑敢這樣做 表示背後一定有人受益他這麼做嘛 那受益的人是誰呢 看起來可能是黨團的一些 比較資深的立委 跟他說 那黃傑你就去這樣做吧 所以黃傑才會敢去這樣做 因為照理說 如果沒有上面的人受益給你 你一個黃傑 你一個新科立委 你敢這樣做嗎 那現在大家看起來 除了黃傑的議題之外 柯建民的態度說 這個監視器畫面怎麼流出去了 要影響到個資問題 可是我跟你講 我掉了一下畫面 大家不要忘記 柯建民你不要忘記 當年何志偉把陳時中的沙畫 丟到走廊的時候 這個畫面怎麼出去了 還在綠媒的電視台上面 直接把畫面公布 那當時這個立法院的畫面 是怎麼出去了 柯建民當時怎麼 就沒有提到個資的問題呢 這個問題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認為是影響個資問題的話 你標準都要一致 可是目前看起來 柯建民感覺早就知道 黃傑會這樣做了 所以趕快去想好一些 沙盤推演的話術嘛 但問題回來 立法院這樣做之後 我跟你講已經 威信蕩然無損 所以我絕對支持韓院長 絕對這件事要辦到底 蔡薇 黃傑說他的這個門鎖 喇叭鎖沒有壞掉 所以他認為他沒有違法 他是合法的 那這樣子呢 以後全天下的小偷只要說 他的門鎖沒有壞掉啊 那我進去 我也沒有破壞什麼東西啊 所以我是合法的耶 以後我小偷去被抓到警察局 我只要這樣講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立法委員 這樣子教我們的啊 天啊 我真的覺得黃傑不要秀下線 秀到這種程度好不好 而且他在說我進去呢 是因為我比你們認真 我要提早上班 我就問啊 請問你進去是要質詢誰呢 再來 裡面有意識人員嗎 請問你上班上什麼班啊 接著說穿了 不只是小偷 不只是竊道而已 而且你偷的是什麼呢 偷國家的水 偷國家的店 黃傑進去不用開電燈嗎 要偷店 因為沒有人在跟你上班啊 偷水你不用洗手 不用上廁所嗎 是在凌晨4點 你沒有上班的時候 你進去 就叫偷水偷店 而且喔其實不是黃傑 因為整個民進黨 就是一個共犯結構 7月4號當天 包含中嘉賓啊 然後還有包含審發會啊 等等的 他們當時候早上凌晨 也是試圖要進去 中嘉賓最好笑 為什麼他戴著手套 就很明顯的知道 他自己犯罪行為 才不想留下指紋證據啊 明顯都知道自己犯罪行為了 然後你還這樣做 然後之後還有黃傑 這事實上就是民進黨 所有犯罪集團 在做的事情就是 自闖空門 自闖空門